2020年4月5日,大約是上午9點更新的時間 現在中國確診比上一天少了174,2382 死亡比上一天多了3個,去到3338 境外輸入也多了25個,去到913,120多萬 現在海外疫情是1203,632 最多是美國,美國現在有311,357 比上一天多了3萬 西班牙超越了意大利 成為第二多確診的國家 現在有126,168 比上一天多了7,696 意大利現在有124,532 多了4805 德國也追過了超過中國 現在有96,374 法國也多了中國 現在有89,953 中國仍然維持8萬3千多 美國最大疫情的地方當然是紐約州 紐約州總共有34,775 比上一天多了10,841 所以現在是非常困難時期 因為太多病人出現 新澤西州現在的數字是34,124 多了4千多人 密歇根州是14,225 多了1,400多人 加利福尼亞州是13,666 多了將近1,988 路易斯安拿是12,496 多了是2,199 一般歐洲那邊 還是沒有說過了 西班牙就有12萬多 意大利也是12萬多 德國已經是9萬多張,英國是41900多 瑞士是20505,比利時是18000多 亞洲當然是中國人最多,韓國是10237,印度是3588 我覺得它的數字仍然偏少,因為試測不夠 日本是3497,馬來西亞3483,菲律賓3094,巴基斯坦2818 相對於歐洲,亞洲的表現比較好 非洲主要是南非,南非是1585 阿爾及利亞是1251 埃及1070 摩洛哥是919 拉丁美洲是巴西10360 智利是4161 拉丁美洲是3465 麥西哥是1890多 巴南亞是1801 這就是現在各省各地區的數字 希望大家和收合力減少 是147 請等待 如果我們有充足 你要多一回合 我們有充足的記憶 我們可以按照 很多的記憶 我們有充足的記憶 我們有充足的記憶 我們可以按照 我們有充足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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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